因為禮拜六的時候 鄭明昆說決定要提告 王金魯的公子王清玲 因為王清玲在新台灣加油 跟我們獨家連線 他說爸爸一聲說真的 供奉媽祖文化這樣一個傳承 包括他特別提到 他說爸爸十二年來 他即使很多的交際費 他自己有個帳本 從來不報帳的 所以看起來 王董跟元董 同樣做 頂南宮的當事長兩位看起來也差很多 我先讓你聽聽看 這個三分半 鄭明昆是怎麼說的 而他說要告 我們昨天有獨家連線 給王金魯的公子王清玲 他決定要告了 他會修正他的說法 會道歉嗎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他說他十二億 我們這裡拿這一張 也不是我們正南宮做什麼事情 這個當時的 會計師審查 會計師審查 這個都有 當時的齊翁章都有蓋章 也不是今天我隨便拿出來 這個是銀印本 我拿正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銀印本已經做了老舊了 這個都是會計師審核查賬 在民國 過去十七年 還要王金魯在做 當時的現金一億四千萬 哪裏來了十奧義 做一個年輕人要講實話 什麼教廟的十二億 聖金 哪怕不動善行不足 我們要講話要實際 我拿的是有憑有證的 不是亂垂的 要拿證據 講話 像他講的 結果我真的會提告他 你講了沒事實 我董事會一定會提告 但是不知道大家 究竟這個黨是十二億拿到 據我所了解 這個董事長 是顏董事長 顏董事長本身 據我了解 他從過去接這個財團法人大甲正南宮 董事長以來 當時他接的時候 好像是台中縣議會的議長 對 他的角色就好像 因為他當議長很忙 所以就是說 他只好像負責對外 比如說有賓客來訪 什麼的 他才會出面招待 那原理上好像 據說就是對內的話 就好像都是鄭先生在做代表 那如果據我所知 如果說像提出訴訟的話 財團法人的這種法人代表 應該是董事長 應該是董事長 出面來提出這個訴訟才對 是 你剛剛說 你希望讓他自然發聲 你是希望他如果要告的話 事實上你是會迎戰 你會面對這一切的 對不對 你這個準備好了嗎 為什麼你會這麼說 為什麼 我的感覺 因為這對我來說 他發生的很偶然 那偶然我就讓他順其自然就好 曾先生在講的其他的這些 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說 對於一個我已經往生的父親 去倒這些髒水 我是覺得這樣不道德也不厚道 希望這些不要再這樣講 畢竟我們對一個往生者 再怎麼樣 我們也對他真正的要去尊敬 不是說在這裡說 在那個文字上 在那個記者會上說說而已 去講那些過去 過去說他說是這樣的發生 但是對他來講 他也沒有辦法站起來去回駁 確實對我來身為人質的 我看他是一個很髒很髒的一些動作 那 真的我覺得不厚道 沒有做一個人的一個厚道 來我連線給卓冠廷 李鎮蘭公連你的爸爸媽媽的人格 也被抹黑 到底怎麼一回事的周冠廷 是 我先談一下現在的局勢 然後再回報一下我家的情形 那我覺得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當嚴寬恆確定跟盧秀燕江啟成站在一起 這其實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豪賭 因為這就代表國民黨以及盧秀燕市長 100%的跟嚴家綁在一起 那很謝謝小軍姐有特別關心我家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蠻遺憾的 我覺得好像是只要挑戰嚴家的人 就會有人站出來要你閉嘴 那這幾天其實 有人就是特地的在網路上撰寫文章拍攝影片 那嚴重的抹黑我的父母親 很煞有其事的指控我爸欠錢 跑路包工程炒土地 然後影射我媽 20年前參選政長的時候導致我家欠債 但是轉個彎又把我家講成是英哥望族 說我是什麼小霸王 然後把我比擬成嚴家 我覺得真的是太抬舉我了 第一個我要提的事情是 沒錯 我父親曾經欠過錢 跟嚴親標一樣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爸早就已經把所有的欠款都還清 那我覺得家裡曾經經濟有困難 並不可恥 我們當時我爸媽靠著開火鍋店 一鍋一鍋的火鍋賣 然後在英哥在三峽賣出好口碑 很多在地人都吃過火家賣的火鍋 那我覺得這是我身為他們兒子 會很驕傲的事情 重點是錢還完了 那嚴家你們錢還完了嗎 那這樣子來質疑我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媽確實在20年前 當時也是勇敢的站出來 挑戰另外一個國民黨的對手 那後來選票拿了37% 選政長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成績 一樣是令人驚豔的 當時選完之後 其實我家並沒有欠錢 那這個抹黑的人 他把當時20年前選政長 跟我家後來欠錢 把他兜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很離譜 那更離譜的事情是 他說我是英哥小霸王 說我在鳳鳴跟二橋 我家有幾十筆的土地 可是我先講 拿我家跟作用幾十筆土地 現金存款2億的延寬很比 真的是太看得起我 我大學畢業當時 金融海嘯 我找不到工作 最後去找到一個 廣告業務的工作 然後我到此時此刻 35歲 我很幸運的買了一間小的公寓 然後現在還在繳貸款 如果我家真的是像他講的 像顏家一樣 我有現金存款幾億元 我需要去 這麼辛苦的工作跟繳貸款嗎 所以我爸媽是靠白手起家 所以這一切的事情抹黑 然後又影射我爸當證明代表 好像包工成什麼 可是我從小到大 那我爸就教我說利益迴避很重要 所以我父親在做工程的時候 一件英哥的土地都 不是一件英哥的工程案都不碰 自動利益迴避 我們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外鄉政的 我覺得這些就是 他們很惡意的抹黑 謝謝給我時間說明 那請問抹黑你的人是誰 一個叫好像是以前是中天的記者 但我不知道現在在做什麼 好像叫張雨萱吧 哈哈哈 ok 好我相信 冠婷加油 其實很多的過往不願意再提起 但是當爸爸媽媽人格 因為這樣子被抹黑 希望卓冠婷下風口令的同時 冠婷當然要把這一切的過往的真實 要還原真相 來冠婷加油 非常謝謝冠婷勇於去面對喔